假设A是等于log2 B是等于log3 那请你用AB来表示下面两个小题 好来第一小题log24 好以实为底 所以那个底我们就可以不用写了 好来log24会等于什么 我之前有说过对数 你看到log就是对数 你只要拿出两个东西来就大概很好用 第一个叫做logAB等于logA加logB 第二个就是换底公式 好所以这个我就用logAB来拆 来它可以拆成什么 834啊 这个是很常出现的 对不对log3加log8 而且你看log3是不是就出现了 好我就直接把它写成B 好那log8呢 题目又没有log8 但是它可以换啊 log8 8可以改成什么 2的三次方 然后呢这个三次方又可以往前搬变成系数 它就变成三倍的log2 好来log2题目就有了 所以A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B加3A 好A写前面好了 所以就变3A加B 好那第二小题的话呢 它是除的 但是就变减的嘛 对不对 logA除以B就等于logA减logB 好来log8分之27 一样拆开变成log27 减掉log8 刚说啦 27就是直接写3的三次方 8呢 2的三次方 这样你就可以少写一行 少很多时间 好 来次方往前搬 3log3 减掉三倍的log2 那AB丢进来 所以3B减3A 就这样子结束啰